王阳明 明代思想家 军师家 新学籍大成者 明守仁 汉族 又明云 自博安 浙江绍兴府 野瑶县 金属宁波 野瑶人 因增注视 乌惠基山 杨明洞 自好 杨明子 学者称之为 杨明先生 亦称王阳明 明武 中正德元年 王阳明因反对宦官 刘锦 被贬至贵州农场的荒庇之地 在农场 王阳明活在一种困顿和痛苦之中 他结合自己历年来的遭遇 日夜反省 中乌在一天半夜 多然大悟 圣人之道 无性自足 像持球礼物 是误者 误也 实称 龙肠悟道 这一大事件 标志住千虎心学的真正开端和正式诞生 是王阳明从此迈入圣人行列的人生关键一刻 历什么志 成什么人十一 岁的王阳明在私塾读书 有一天 他一本正经地问老师 何为第一等事 这相当无事在问 人生的终极价值是什么 他的老师吃了一惊 因为从来没有学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 但他还是很快做出了坚定的回答 当然是读书做大观啊 王阳明严肃地看住老师说 我认为不是这样 第一等是英 是读书做圣贤 中国有句老话叫三 碎看老 中国的古人也一向高度强调立志的重要性 王阳明从小立志做圣贤 后来果然成为圣贤 则为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和证明立志为什么重要 因为志向就是一志 就是方向 只有如此 人在有限的时间精力和复杂的现实之下 才可能一直坚定 少走弯路 而大大提高完成目标的可能性 越是艰难处 越是修心 十 王阳明 二十四岁时 在会市中 再度名落孙山 有人在发榜现场被见到自己的名字 而嚎啕大哭 王阳明却无动无忠 大家以为他是伤心过度 乌师都来安慰他 王阳明脸上略过一丝沧桑的笑 说 你们都以落地为耻 我却以落地动心为耻 人生中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困苦 越是在这种时候 越能体现人的心性修养 寻常人往往慌乱悲戚 唯有修养 身后者能做到泰然处斥 如何才能拥有这种自觉和修养呢 王阳明道 人须在世上磨 方能立得住 方能静一定 动一定 艰难困苦 正是最心性的最好魔力 强大的内心 让你无往不胜有 弟子问王阳明 用灵是不是有特定的技巧 王阳明回答 哪里有什么技巧 只是努力做学问 养得此心不动 如果非要说有技巧 那此心不动就是唯一的技巧 大家的智慧都相差无机 胜负之觉只带此心动于不动 为什么此心不动是唯一的技巧呢 因为心不动才能冷静 冷静才能沉住 沉住才能在危机面前 正常甚至超常发挥 所谓集中生智 事实讲技巧似乎看住聪明 其实都是投机者的小聪明 真正的智者会从大本大人上找依靠老师做功夫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 大巧若桌 如何做功夫呢 王阳明指出 努力做学问 对无才能和修养 读书学习虽不算是唯一的路 但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条路 顺应本性 高持良知 王阳明在一座道观中看到一个哭作的道人 据说 已不是不言 静坐三年 王阳明问他 家里还有何人 道人答 还有老母亲 王阳明在问 想念他吗 道人不语 一片寂静 静得能听到道人头上的汗水流淌的声音 最后 道人用一种愧疚的语气回答 怎能不想念啊 王阳明向道人轻轻地摆手说 去吧 回家去照顾你的母亲吧 第二天 道人离开道观 重回人间 这个打坐的道人 明明不言不适 已经三年 王阳明看到了道人 表面不说 不看 心里却终于再说 再看 说何看的 正是绝思绝与人的天然 良知之间的冲突 王阳明其实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顺应自己的本性 顺从自己的良知 才是人 才可道 绝不是要别处再求一个 凌驾无人心默误的道 那也不是道 失望 好好生活 好好做人 听到自己内心善的声音 听从自己内心的良知召唤 也就够了真正的光明 只存在无心中 王阳明有个弟子叫徐悦 他学信 在静作中理解了王阳明心血 得到了真谛 王阳明就让他举例子说明 徐悦就兴奋地举起例子来 他举一个 王阳明否定一个 这样举了十几个 以无力可举 徐悦想当举丧 王阳明指点道 你太直住无事物 徐悦还是不理解 王阳明就指住船里蜡烛的光说 这是光 又指向船外 被烛光照耀的湖面说 这也是光 在指向木里所基础 这还是光 徐悦先是茫然 但很快就兴奋起来 说 老师我懂了 王阳明说 不要直住 光不仅在烛上 记住这点 蜡烛能发光 光却不仅在烛烛上 还可以在太阳上 月亮上 火法上 如果心中有光 那魔光便无处不在 因 为你的心已经是太阳 正大光明 普照漠雾 如果一个人眼中看到的全是阴暗 那魔其实 不是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他的心里没有光明 是他的心太出了问题 看到这点 力求扭转 那魔光明便已不远 一切为心 造有一年春天 王阳明和他的朋友到山间游览 朋友指住 岩石间一朵花对王阳明说 你经常说 心外无理 心外无物 天下一切物都在你心中 受你心的控制 你看这朵花在山间自开自落 你的心能控制它吗 难道你的心让它开 它才开的 你的心让它落 它才落的 王阳明的回答道 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乳心同归无际 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花当然是自开自落的 可是能不能扰动我心 却是由我来决定的 哪怕天崩地裂 洪水滔天 电闪雷鸣 暴雨大作 只要我心中安然 便永远是在逃发源 遍阳天 这就是所谓的 莫把微心造 心灵为一切问题追到根子上 其 一时都只是心自己的问题 世间种种无论 怎样险恶 只要我心不动便奈何不得我分毫